我是十几岁开始接触到戏曲 看见它的时候就觉得很喜欢 因为喜欢所以就去做 那么坚持了很多年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东西给我的生活 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 所以呢就是一直跟昆曲 结下了不解之缘 戏曲里面一直就是活态的 在传承着中国的这个中庸的思想 在唱腔动作所有的层面 都是体现的 而且它承载了太多的 哲学的呀 美学的呀 还有传统文化里面等等 很多的综合性的因素 它是我们能够依赖的 一种传统文化 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贝 其实化妆它这个过程 就是整个的戏曲里面 最有意思的一道工序 这个过程就是静心的一个过程 从初中的时候 偶然听到了摇摩乐 我从而说迷住 就下午就基本没有上课 我这音色太棒了 我太喜欢了 对 就从而学吉他 从而学习摇摩乐 从而见证到现在 摇摩乐有呐喊的精神 最重要就是个性 如果我们固定的环境 中国更美好 更有好的地方 我们就需要去感动 如果有一些 不是很好的地方 我们要去点拔 你需要修改 这需要 这需要 那么我要做的事情 就不光是说做一个戏曲演员 而是想把它里面 最值得我们传流下去的东西 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也会有一些 不太理解的会表示 你一直坚持做这个东西 能养活自己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的这个路都肯定注定不一样的 大家到这个时代了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这一套东西就是 你与生俱来的一种使命 还有对某些东西的一种缘分 如果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某一种 那才是真正的差距 这样的话就不接受另外一种了 就因为大家差距很大 所以最后慢慢地大家就觉得 我们每一个个体跟别人都不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我要被人接受 首先我得接受别人 现在我特别欣赏这种传统文化 我特别对特别尊敬它们 但是要是真是花那去看的话 确实时间的问题 就宽容的心态 宽容的心态就社会多元化 对 就是敞开心扉去接受的 但是呢它是地下音乐的 不是因为它不好 我所表达的就是希望 摇滚精神能透过我 传达给更多的人 更多的孩子 更多的学生 我反而在听这些音乐 然后我在找他们内心的一种力量 在找什么东西 而且这种力量是它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通过俗套去表现出来的 没有力量 出的目标就是 厚爱的人 或爱的家人 在一个美好的地方 平平淡淡的 互相充满爱的一个社会 渡过自己的社会 大家看到台上的那么短时间的美丽 其实过程是最长的 每一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 其实要努力的过程非常长 最后绚烂的就那一场了 昆曲的这种幸福感吧 就跟你跟一个你爱的人在一起 是一样的 就是它即便什么话都不说 坐在那里 只要存在你就幸福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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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